好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奥运中国特别报道 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 今天我与中国这个板块 演播室是请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知的外国朋友 他的名字叫大山 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奥运板块 我与奥运这个板块可以把它主题定为叫砍大山 砍大山好 大家好 从哪砍 从这张照片开始砍起 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上 这是加拿大队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的时候 很多人发现这队伍里边怎么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人的朋友 大山在里头 这大山是怎么回事 他是原来是联什么项目的 是运动员 还是教练员 还是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今天你到我们演播室来了 首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会加入这支队伍 正式的头衔叫加拿大奥委会北京2008特使 特使 那么说白了就是加拿大队的中国文化顾问 跟他们合作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他们每次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考察 一直跟他们一起活动 有时候他们在加拿大搞一些培训活动 我也去参加 然后现在奥运开始了 就是随时随地的去帮助他们 尽量就排除这些可能会干扰 会影响运动员表现的一些文化因素 希望他们能够入相随俗 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你这作用挺大的 你觉得你看我们现在比赛已经进去 你看你准备了两年多是吧 然后比赛现在已经进行了到第11天了 你觉得你的作用发挥的怎么样 对他们有帮助吗 我头几天我开始有点着急 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队员 有一个奥委会发的奥运的手机 三星手机 就是奥运期间专门用的一个手机 大家在北京用的电话 对 这个是我们队员都有手机 上面有我的电话 我跟他们说有什么问题 无论是任何方面的问题 你找我 这两三天这电话不怎么响 或者响了也没什么急事 后来我发现 你的作用在哪呢 我发现那不是说我老觉得我应该帮忙 去什么地方去怎么帮 后来我发现可能是我前期工作做的还比较好 到了北京以后 他们也没有什么文化修课 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一直挺顺利的 所以我觉得那挺好 那我就去看比赛 对啊 大山不成大闲了 那你是靠什么办法能让大家不给你打电话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分两个阶段 前面都是做这种准备 那么尽量的去就是想象他们可能来之前需要知道的一些什么 这个工作其实挺难的 因为外国人呢 我总觉得就是我们家就说我们加拿大队里头的这些运动员 对中国也不是一无所知 那么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来 或者有的是准备参加北京奥运 就专门来了一两趟 但是不是很熟悉 那有的是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男子三米跳板的那个运动员 他对中国很熟悉 经常跟中国运动员一起交流 那么还有我们队里还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轮聚节 本来就是从中国去的加拿大 那从他那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所以你想就是这个队里头呢 这个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水平不统一 那么有的人可能需要多做一些工作 有的人像轮聚节根本就不需要我帮什么忙 所以我想当时呢也很难想象 就是这些人来了以后需要知道什么 后来在这个两年的工作呢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呢 给他们编一本书 就是根据我在北京生活这20年的经历呢 给他们编了一个大山的北京指南 对我听过这我知道有这个事 据说呢加拿大队员没人一本这个大山手册 人以为这都是你的崇拜者呢 这个我们还说这是我们加拿大 就是加拿大团里头的秘密武器 对说呢大家经常拿着那册子说 其实咱们去第几页啊 所以我随着翻译啊 看看这个大山怎么为大家编的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呢我是什么呢 我尽量不重复大家在市场上 可以买的这些旅游的信息 这很多的 我这个还是做的非常集中非常具体 你比方说 很具体 我这看到了 看到什么 黎原剧场 这我都不知道在哪 你这写的很清楚 永安路175号 这是如果想去听京信 老舍茶馆 前文西大街3号 功夫传奇 这是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 这也是一个功夫秀 你看多棒 中国功夫秀 我觉得你这活做的挺细的 所以你在家就能闲着去看比赛了 因为我想呢 这个外国人来中国 其实呢你到国外任何一个书店里头 能够找到很厚的中国旅游指南 或者是北京市的指南 但是呢因为我这个目标读者很 好吃的地儿 好玩的地儿 是吧 但我这个区别在于我这个目标读者很 很集中 很集中 所以我给他那么的信息也非常集中 比如说想吃烤鸭 我不告诉你20个选择 我就告诉你离你住的地方最近的水平最好的 有针对性 什么大图路多少号 就是他 所以非常集中的一种工作 对那么奥运会呢 现在已经开幕了 这些天你刚才你谈到了 说没什么事 就看比赛去了 因为发现 你是不是看所有加拿大队的参与的比赛 还是说选择你自己喜欢的 我的一种感受是 这个奥运会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 就光是关注某一个国家 像加拿大也是我们332个运动员 那很多不同的项目都参加了 对我很庞大 根本就忙不过来 对 而且亲眼去参加奥运会 我觉得跟看电视完全不同的一点是 你亲自去看比赛的时候 看得很激动 看得很详细 可是这一天 你可能就看了这一场或者两场比赛 不像坐在电视机前 可能一天看十几个比赛 可以来回换频道 对 这个还是角度不太一样 你都说说你看什么比赛了 到现场去 我比较喜欢看冷门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篮球 我们平常都有很多机会去看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看什么射箭 柔道 皮划艇 赛艇 基建 还有基建 皮划艇 这都是只有在奥运会期间我们才会关注的一些项目 但是也挺有意思的 你看了射箭 看了射箭 那我问你一下 中国拿了第一枚奖牌是吧 铜牌 我看了 不错 你完全站在我们中国这边了 现在对这个印象很深 的确这一枚奖牌对中国来说很重要 而且也是个历史性的突破 基建的我印象中 反正射箭那场比赛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所以我也想问你一下 你看那么多天的比赛 哪一个瞬间给你的印象最深 应该说就除了开幕式以外 印象最深的还是蓝聚节的那场比赛 也是我们加拿大队里头的 我觉得他是我们加拿大的骄傲 也是中国的骄傲 是我们两个国家共享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物 他非常怀念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加拿大的成员 也是挺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来参加这次奥运会 我那天专门去看他的比赛 第一场赢了一个 就是蓝聚节推以后才出生的选手 才19岁 蓝聚节都50多了 然后第二场就输了 但是我想他的表现 让我们加拿大的观众和中国的观众都非常满意 你说到加拿大队 你可以谈一下这几天我们加拿大队的表现怎么样 我前面说了蓝聚节的这场比赛很精彩 另外还有前天我到顺义去看 男子八人担奖的赛挺 这个应该说是这次奥运会我们最有把握的一枚金牌 但是有时候最有把握最容易出一些意外 但是最后还是顺利的拿下了这块金牌 加拿大金牌不多你知道吗 我们到现在才两枚金牌 第一枚还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位华侨得的 他父母是从广东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华侨 女子摔跤 女子摔跤 也是很不容易 加拿大现在是两枚金牌 今天也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三枚银牌 对我们来讲就已经觉得很满了 今天过年了 男子铁人三项 刚才看到的跳水 刚结束了 还有一个男子蹦床 都是银牌 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我们为加拿大队感到高兴 谢谢 向你表示祝贺 我觉得奥运会应该说是以体育为载体 但是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围 是我们整个人类聚集在一起 互相交流的一个最好的平台 那么作为一个应该说从事了20年的中外文化交流 我7年前我就认准了 北京2008奥运会肯定是一个进行交流的 一个最好的平台 发展到今天 现在还只剩一个星期不到 最后一个星期 到现在为止觉得相当成功 确实是拉近了中西之间的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距离 增进了我们相互的了解 可能也暴露了一些 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影响是非常的好 那么我真的是忠心祝愿北京2008奥运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好 谢谢大山 我们这段大山也先砍到这 好 好